合并来看 马英九他必须要去面对质疑 就是第一点 为什么你当时在2002年 你在社会就是在各界不断的去质疑 然后那么有争议 不管是你的议会反对 然后大家觉得说 你的监督程序出了问题 就你的程序不妥 就你的时间不对 甚至是觉得说 你整个的合理性都不够的状况 你为什么要强势主导 富邦跟北营的合并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你要去说明是 在你强势主导签约之后 不到一个月 你为什么那么急的 去参加这个鱼吃业 然后但事实上其实签约 签约到合并 正式合并 中间还有两三年时间 你有避嫌吗 其实你没有避嫌 再来就是在2005年 已经正式合并之后 在2008年 富邦又提供 又一次提供 政治现金给你马英九 这中间到底 有没有因果关系 所以我觉得 其实马英九跟富邦的关系 其实是常态来看 确实是讲不清 我觉得马英九要对社会说的就是 他公开记忆 他认为你该回避的是利益 你不该回避的是质疑 我们用同样的标准 去检视马英九在富邦案的例子 你强势主导了富邦的合并案之后 你又去接受富邦董事长的 邀约与赤宴 小军 这个是主动邀约 这是董事长主动邀约 你是可以拒绝 你为什么没有拒绝 你要回避的是利益 你有回避吗 你不该回避的是质疑 你有站出来公开讲清楚吗 你没有说吗 其实 刚刚那个嘉靖有说过 他说 马英九他说 他有一个公布林团 一个马克杯 他都没收 但是你不收一个50块的马克杯 你去接受一个财团的 可能是5000块的余刺案 你的标准到底在哪里 更知道的就是 马英九在法部部订阅时 他在查周人声案 他那时候正气凛然 他说 公布林团 不应该成立 不当饮宴与应酬 那我们想用这样的话 来反问我们的马总统 你认为你在当台北市长的任内 你主导了一个合并案 你又接受了合并案的 受力走这个财团的邀宴 你有没有利益回避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最近媒体 都一直在造神 他都说什么 马英九一个棉被盖了34年 他的勇裤破了再穿 补了再穿 然后鞋子也是 可是我们要问的是 马英九在这个富邦鱼吃宴 他曾经讲过一句经典名言 一公鱼翅不是珍贵的菜 我们想问的是 马英九 你的价值观到底在哪里 你觉得棉被 泳裤跟鞋子破了 应该再补 然后棉被要盖34年 可是你觉得鱼翅不是珍贵的菜 对人民来讲就觉得 马英九 你的青年 还有你的那个价值观 真的是会混淆 来建议大哥 从黄世民今天的说法里头 宇昌案跟富邦案 那个特征组的角色 办的速度跟整个态度 真的就是符合外界所讲 一个司法机关 公正中立客观吗 真的是这样子吗 特征组真的是这样子吗 显然是备受质疑的 显然是备受质疑的 因为就现在刚刚讲的这个富邦鱼翅案来讲 这是已经出现了很多过去您在侦查时候的新证据 已经出现了 新证据既然已经出现 就应当重启调查 你现在告诉我们说 你已经在调查了 好吧 刚刚 雍伯 齐鲁书已经讲过 怎么那样的巧 你那些疑点 你必须要当作重点 你不要让外界认为说 你早就已经布局好 重启调查 只不过是一个故步遗政 为了挽回 你在司法界的轻欲 黄世民 你有必要要注意这一点 另外我要建议两个案 你要调查 要调查就要调查得很公平 因为现在所爆发这些案 都是牵涉到总统副总统候选人 都可能会意图使人不当选 因此你要很公平对待 两个案你必须要做 第一个 就是马英九总统 你一再强调说 你在9月10号 今年9月10号 你没有去会见主头陈英柱 但是你又承认了 在08年跟09年 你确实有去会见主头陈英柱 黄世民先生 这是牵涉到国家在办理大选的前后 总统去会见的地方 跟地下赌盘有关的代表人 这是何其重要的事情 你必须要进行调查 当然马总统此时此刻 还有总统的身份 你无法去约见 无法去调查 但是陈英柱你总可以调查 黄敏慧你总可以调查 这些相关的人士 你先收集证据 很快的 5月20号 他就卸任了 卸任之后 马总统接着调查 本案就整个可以合盘拖出 这是第一个 你一定要进行调查 第二个 吴敦义先生 李文中为了批评吴敦义先生 跟黑道的角头到巴厘岛去出游 然后告诉他们说 在巴厘岛干了些什么事 结果李文中被吴敦义告 李文中也吃了官司 那是指李文中指涉说 你到巴厘岛去 是瞧些什么事情 除此之外 李文中所说的有误吗 没有 大家都很清楚 周刊通通已经有报道 而且吴敦义 你们两夫妇 跟地方上角头的 那个密切的关系 那个什么后援会成立 您的夫人站在那地方 被全国的媒体所报道 还有吴敦义 您从竞选南投县立法委员开始 你的地方总部的总干事 负责任是谁 很清楚吗 最近马吴竞选总部 草屯的负责人 草屯的总干事 又是谁 也很清楚吗 黄世民先生 请你列入调查 如果一个国家的援手 如果一个国家的行政院长 这些都是白道的总头头 白道的总头头 跟黑道的首脑 如此混淆不清 如此关系密切 请问台湾的治安 一于湖底 我必须要说 这才是重点 我为什么要说 马总统你上任之后 本来过去已经是黑金泛滥 你把它弄成黑金沸腾 黄世民先生 请你念之在之 拿出司法官的魄力 一定要启动调查 刚刚我再讲一遍 富邦重启调查 理性调查要注意 第二个吴对义 第二个马英九 这两个人 有关于会见组头的事 有关于动用地方的黑道组头 来替你铺政治路的事情 还有你们到巴厘岛去 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 李文中固然指涉 也许有错误 也许拿不出证据 但是你们干什么 黄世民 你不该查清楚吗 还给大家一个公道 黄世民说 他没有不敢办的案子 很显然 人民对他的期待 要办的案子非常非常多 我想先简短请教一下姚局长 当你听到 这个金建会主委 刘亦如说 他说 这个官民进党什么事 宇昌案 官民进党什么事 我不知道听到这番话 你的感触是怎么样 官民进党什么事 我想不是只有我的感触 我看 连国民党本身都觉得 这是一个天兵主委 讲这样的话 那么 这个案子是国家的投资案 那么 但是 蔡英文过去 曾经担任过董事长 蔡英文现在在选 这个 台湾未来的总统 当然民进党要 要把这个事情 讲清楚 怎么会说 干民进党什么事 而更何况 这件案子 从头到尾 一下子说 不回答记者问题 一下子说 没有讲清楚 那么一下说 这个观感 一下用很多 现在说他的确公文 看不懂 他说他的确看不懂 从去年五月到现在 公文的确有地方看不懂 所以要请教 何美月前主委 经过他变造 变造当然就看不懂 他不断 因为那个东西 看得非常清楚 如果是物质 如果是相关的人 公园排序排错 如果是附件 放了颠倒 这些不会造成 那样的一个错误 再加上他在记者会上 连续五次提醒 所有的国民党的 立委跟记者 说重要的是3月31 重要的是3月31 这非常清楚 所以这是不是 真的政务官 一个政务官 到底在做 什么样的事情 政务官做自己 应该做的事情吗 还是说忙着变造 而忙着说 这到底关民进党 什么事